很多人看我舞蹈 为什么就是 头发能成为一个焦点 就是你要看状态 看状态 就是你要看到舞蹈表达情感的时候 你们记住啊 有一个稍微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 你要表达情感的时候 就是你的情感如果真的够准确的时候 就是我们情感的表达肯定是上身的这一块 到你这脑门 对吧 这一块 那么你要找到什么呢 离你这一块最近的地方发力 懂我意思了吗 就是你要表达情感的时候 就是会很多人看我舞蹈 为什么就是 头发能成为一个比较焦点 甩头什么的 那就是因为我这个舞蹈的情感表达 我觉得我要找到一个 离我这一块最近的地方发力 那么离上面最近的地方就是头发 其实你没有头发一样可以达到 但你身体的发力点的运动 肯定是离你的心最近的地方 懂了吗 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发力的时候呢 那个状态才能让人家很准确的 找到你要表达的东西 要不然我们就变广播体操了啊 广播体操的时候就因为它情感不够明确 因为它是统一节律下的一个动力的 动作的肢体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不够明确 所以它不需要有太多的情感 你看谁做广播体操的时候 还能做的就是特别有情感 所以那个是可以训练肢体的 手中的灯光 叠燃了幸福和迹象 善良的人们 手中的灯光 叠燃了幸福和迹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